我們先講膀胱過度活躍症 我們膀胱的功能是用來儲尿 如果當我們儲尿的時候 膀胱有些不自主的收縮 就會令我們突然覺得很急尿 在一些不適合去廁所的情況下 如果很急尿忍不住的話 可能甚至乎會賴尿 一般病者就會有些不舒服 他們覺得比正常人急 人類可能需要一兩個小時才去一次 可能有些病人就會一個小時 甚至乎三十分鐘左右 就要去一次廁所 而且他們的忍尿功能都會差一點 即是說可能我們急尿 由我們急尿去到找廁所 比如五至十分鐘都能忍得到 但如果有膀胱過度活躍症的病友 他們就可能忍不住會有賴尿的情況 反觀來說 前列腺肥大是另一種問題 前列腺是男士才有的一個器官 隨著我們年齡增長 前列腺就會慢慢大 如果大家看這個圖 其實我們的前列腺是一個器官 在膀胱的出口 當它越來越大的時候 它就會造成一些阻塞性的症狀 阻塞性的症狀包括甚麼呢 例如小便時需要等 尿流細藥 柯尿時斷斷續續 甚至柯尿到最後柯尿不清 這些都是阻塞性的症狀 但有時前列腺肥大 亦會刺激到膀胱 令到病人有尿頻和尿急的情況 這些跟我剛才說過度活躍症 有些很相似的地方 但兩者其實是一些不同的病例 不過症狀上是有一些重疊的情況 其實前列腺肥大 主要是阻塞性的症狀 即是柯尿慢 尿流細藥 柯尿不清 反觀膀胱活躍症 小便速度其實是正常的 只不過它是比較頻繁 甚至可能忍不住小便會賴尿的情況 當然前列腺肥大 亦有機會夾閘著膀胱 膀胱過度活躍症的症狀 我們怎樣去分辨呢 除了年齡層和性別的不同之外 有時我們都會留意 即是叫病人留意一下 究竟哪一種症狀比較嚴重 即是會是比較是 柯尿慢一些 令到困擾一些 還是還是尿頻 尿急 夜尿多令到困擾一些 以我們去判斷究竟是哪一個問題 其實兩者都很常見 談談膀胱過度活躍症 其實男士和女士都有 但女士會比較多一點 尤其是大概年紀40歲至50歲的女士 會比較常見一點 雖然男士都有 反觀前列腺肥大就是男士專有 因為男士才有前列腺問題 而她的年齡階層是60歲打後 當她上了年紀後慢慢前列腺肥大 才會出現這些症狀 所以兩者是有點不同的 前列腺肥大 前列腺肥大 其實診斷 我們先會幫病人做一些簡單的身體檢查 會做一些超聲波 去量度一下前列腺的大小 加上我們會做一些嚴血的報告 看看她會否有機會患上前列腺癌症 至於治療方案 基本上我們一般來說 就是用一些藥物治療 做一線治療 藥物基本上有兩個類型 第一個類型 就是放鬆前列腺裡面的軟組織 以及肌肉 令到尿路打開了 令到它柯尿比較暢通 但這類型的藥物 不會影響前列腺大小 即是不會縮小前列腺 萬一真的有些病人 前列腺很大 對 吃了第一類型的藥物 都不可以的話 我們會建議她多加一種藥 那種藥物經過一段時間的服用 大概六至九個月 就可以有效地把前列腺縮小 大概百分之三十 對於預防一些重症的發生 或者一些併發症的發生 例如說柯血尿 尿道感染 甚至乎需要做手術 都很有幫助 是讓她感染過的 龐肝植治療的治療方法 剛才我們說過 做了一些身體檢查 驗尿 或者驗超声波 排除了一些嚴重的問題之外 之外 我們就可以讓一些藥物去幫助 那些藥物主要來說 就是放鬆龐肌肉 令膀胱草尿時不會有不自主的收縮 這些類型的藥物基本上不需要長期吃 可能服用一個短的時間 例如幾個星期甚至一個月 絕大部份的病人都會斷尾 但亦有少部份的病人 可能其他原因又會有番發的情況 當有番發的情況 我們可以再給這些藥物幫助他們 去解決到他們的症狀 先說膀胱活躍症 膀胱活躍症到現在為止 我們都找不到一個很特定的誘因 但很多病人發覺跟他的精神壓力 或者一些飲食其實都有關係 尤其當他們休息得不夠 或者那段時間壓力很大 或者經常吃一些刺激性的食品 或者飲品 例如辣 汽水 咖啡 茶 很多時候都會令活躍症 症狀比較嚴重 所以如果你有這些問題 可能會有一段時間做解口 另外前列腺肥帶 其實是跟老化的過程有關係 可惜我們沒有辦法避免老化 但是男士可以怎樣留意 就是如果真的發現一些下尿路症狀 例如小便慢 或者尿流細藥 夜尿多的話 就早點去看醫生 不要等到病情變得很嚴重的時候 才去看醫生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